29岁的林德里克·霍姆斯来自阿拉巴马州的莫比尔 他说连状细胞性贫血让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快要窒息了 我想踢足球,我想打篮球,我想练空手道和跆拳道 但是我不能,所以你只是通过你的同龄人间接地生活着 在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,我只是通过我周围的人来间接地生活 我看着他们过着我不能过的生活 但这个情况将发生变化 霍姆斯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联状细胞心疗法 小心临床试验的9名受试患者之一 健康的红细胞是圆形的,扁平的圆盘很容易流过人体的血管 在联状细胞病中,蛋白质晶体在细胞内形成变成新月形 堵塞血管造成疼痛和器官损伤 这种疾病是由有缺陷的基因引起的 约翰·蒂斯戴尔博士说 他的团队并没有通过基因编译敲除致病基因 而是添加了一份正常的正确基因的拷贝 我们只是添加了基因,不动有缺陷的基因,这就是所谓的基因补充疗法 在两到三个月内,所有9名患者都显示出缓解的迹象,并有生以来首次出现正常的健康状况 我不再是那个林德里克了,不会说,是的,这件事发生了,我是其中的一员,我再也没有连状细胞了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弗朗西斯·科林斯称这一结果令人惊叹 这些坏有连状细胞病的病人,当你看到他们的血细胞技术和血涂片时,你就会发现他们已经没有这种病了 现在还为时尚早,我们最多只跟踪了这个病人一年,但公平地说,这可能是一种治愈这种疾病的方法 他补充说,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,而且考虑到这项试验涉及的技术和成本,它不太可能帮助贫穷国家的连状细胞患者 但是随着研究人员不断完善和改进这种疗法,这种引入修正基因的疗法会给所有国家带来希望 美国之音拉皮迪报道